台北市政府員工身心健康關懷中心接牌 提供市府全體同仁在公務繁忙之餘 可以就近與專業人員進行健康諮詢服務 接牌當日市政大樓也舉辦 員工健康促進加年化活動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帶領部署了解健康資訊 今天很開心來向大家宣告 我們員工健康促進辦公室再次的優化提升 從110年開始我們就設立照顧員工健康的辦公室 那也謝謝我們連續三年就委託聯誼 然後同時跨局處大家提供職務來配合參與 來照顧我們所有員工相關的健康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提升優化 主要是納入了包含工衛師 還有職場服務師 當然還有心理諮商師 所以透過三師啊 我們希望不只是身體還有心理層面 相關的健康照護都能夠為員工來提供服務 來守護我們這棟市府大樓六千多位市府員工 那這一次我們是首創全國之先納入公衛師 我還記得當時我在立法院也自己提案 希望能夠盡快的通過公衛師法 所以當時很高興報導和大家共同支持順利通過 所以這一次我們能夠納入公衛師 我們很高興未來由三師的團隊守護員工健康 特別在最近我看到相關的報導跟討論 我們的新冠疫情似乎又開始增加 所以我們很希望除了守護市民朋友健康 對員工健康的照護我們也一樣關注 所以很謝謝我們聯誼的夥伴 大家能夠在這邊透過健康促進辦公室 提供多方面很多管道的照護服務 那再次感謝聯誼同仁 也謝謝很多各個單位大家的職務配合 那相信未來健康促進辦公室一定會運作非常的順利 規律有照護照 剛剛第一件事不管有沒有就是先去問這件事 一定要喔喔 要去各社功課 有有有 然後去諮商 有種疾病狀況的時候 就可以依照我們當初醫師清楚的時候的決定來執行 那我們可以做的選擇發含就是 要不要繼續做維持生命事 現在可以進行法律的規定 我們是保障要自己做決定這樣子 對所以那先這個就歡迎大家可以先想看看 關懷中心納入公共衛生師 諮商心理師職場護理師團隊 以市府健康願景為永續目標 提倡關注個人健康層面 生理心理都照顧到 那我想這個市府的員工身心健康關懷中心最主要是 過去大概我們都比較重視這個生理的部分都有 那最主要是這些年來職場的等等壓力 越來越多職場暴力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次最主要增加有公衛師來做 員工的健康風險的管理 包括現在有所謂的慢性病的個案管理等等 然後我們也加進了心理諮商師 可以做心理的諮詢等等 那還有職場的護理師都一起來加入我們這個團隊 那現在是三私合一 而且最主要是這個公衛師立法過了以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提供職場 那據同仁提供應該是在六都裡面應該是第一個提供這個公衛師進來 註點的服務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我們現在也很重視 員工的這個工作與生活 家裡或者職場與家庭 所以我們也都顧及到職家橫平 我們有接下來有一些講座 除了該有的見解以外 我們會有一些講座的工作坊等等 那另外像我們這棟大樓裡面 我們有這個幼兒園 員工的子女在中央 剛剛早些時間幼兒們也有來 我們現在有這個幼兒的專責到家訪室這個部分 像剛剛市長也幫我們做了 他也將來如果有空 他也要到社區去分享 他整個樣當三寶爸 整個樣子支持太太支持家庭 那我們就覺得這最好的一個示範 尤其像現在職場上面 大概存在的高階的主管 很可能都是嬰兒齊生的 那個嬰兒朝生的 那現在有X世代 Y世代 Z世代都進來在職場裡面 那這個在這裡面相處 甚至我們都碰到 以我自己的職場裡面 我們有碰到現在 譬如說同仁不太願意當護理長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去帶後面 所以在這個職場裡面 都會充斥這樣 那在有些現在 也有非常多的語言上面 可能會有語言的衝突啊等等 那這我們都有這樣的職戶 對職場的這個不法侵害 怎麼樣預防等等 嘉年華攤位自出生至臨終 集結各項健康促進專題 將相關資源介紹給員工 共同促進員工職場幸福與健康 記者翁軍 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